17. 文匯報 上海 讓我們來談談5G 2015年7月18日經濟觀察06封秀衛如果你還沒有換4G手機,不妨稍微等一下,年底就應該能用上4G手機了 他比4G快多了,在人聲鼎廢的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 W5館內,一位中國移動的中層主管抽空和雙屬的記者聊聊幾句 從本週三起連續三天,參加2015年世界移動大會的全球400多家廠商及通訊運營商集聚於此 研討並展示當下最前端的移動通訊技術,這位業內人士口中的4G 4G加,正是本次展會出現頻率最高的幾個熱詞之一 4G加是什麽在普通新國際博覽中心中國移動的800平方米展區內 觀無脈談中封門構塘門A就是4G加 4G加是什麽? 所謂4G加,有稱4.5G 其使用的核心技術被稱為載波聚合技術 此一技術可將4G網絡的多個載波菌綁在一起 從而實現4G峰值下載速率的倍速增長 打個通軸的比方 載波聚合相當於道路的礦寬器原本路上太涌劑 現在級每億輛車都配了一條寬闊的大路 這些車可以用加倍的速度並駕齊區在各自的大道上 那麼,4G加的提速能力有多強?根據中國移動提供的數據 目前,中國移動的GDLTE 4G網絡 其封值下載速度是每秒110兆比特每秒 使用載波聚合技術之後 4G加手機的最高下載速度可以達到220兆比特每秒 甚至330兆比特每秒 傳輸視頻、分享照片 接入雲端大文件和加載複雜頁面都加倍槍快 有測試報告稱 如果你用4G手機下載一部2G左右的電影 現在大概需要7分鐘 用了4G加之後 只要27秒 根據中國移動的時間表 由於目前4G加中端的選擇還不夠豐富 中國移動眼下並不急於推廣4G加 而事先在上海、廣州等城市提供小範圍的視商用 4G加業務的正式上市 應該是在今年底明年初 機營方面 目前已有三星、S6及華為、P8、Mate 7等多款手機 支持4G加技術 下月起、小米、中興、Vivo、Oper等約20款品牌式 配備手機也將陸續上市 來自上海移動的信息顯示 再率先推出4G加市商用的上海、 目前正安、長寧兩區 以及人民廣場區域已完成4G加業務的網絡覆蓋 上海移動同時還在全市超過100個重點效區 內環內及主要商業區、科技原區等業點區域 加速4G加的深度覆蓋和優化 預計到今年年底 4G加有望在中心城區完成全覆蓋 同時關注4G加的橫有中國電訊 展會上 中國電訊也高調宣布將正式推出4G加服務 中國電訊提供的數據顯示 電訊版4G加的封值下載速率可以達到300兆比特每秒 C F D D L T E 封值速率的兩倍左右 中國電訊透露 支持天翼4G加的手機已有20款左右 這一服務將會在8月1日正式上市 VOTE的獨門備籍讓網速翻倍 指示4G加的一面 4G加的另一獨門備籍 VOTE這次也量上大展 讓人們對下半年即將大量上市的4G加手機充滿期待 VOTE是VOTE的宿舍 它是一種全部承載於4G網絡之上的 IP數據傳輸技術 可實現數據與語音業務在同一網絡下的統一 大級4G用戶接通等待時間更短 更高質量、更自然的音視頻通話效果 如果換一種更簡便的說法就是 目前中國移動的4G用戶 在使用移動數據服務時是在4G網絡上 但在打電話時 語音服務就回落到了2G3G網絡上 而在未來的UltE環境下 語音將作為IP數據傳輸 無需2G3G網絡 全部業務承載於LTE網絡上 它的最大優點是實現了數據與語音業務在同一網絡下的統一 以及遠超時下流行的語音業務更好的用戶體驗就接通速度而言 VOTE接入時言更低、調線率更低 通話音質方面 其採用高分辨率編解碼技術 相較2G、3G語音通話更清晰 用戶在視頻通話時 VOTE採用引入高清語音和視頻編解碼 即使快速、大範圍移動 也不會影響畫面質量 流暢無加頓 同樣是IP電話 人們自然會拿VOTE和當下流行的電話比較 兩者之間最明顯的區別在哪裏 答案SIFT VOTE與其他運營商電話間可以任意打出、接聽 而語音則只能在同一塔用戶間使用 事實上早在2013年6月 中國移動就發布了VOTE技術白皮書 涵蓋TDLTE網絡建設、終端、業務、用戶發展等方面所需的端道端主要技術要求 目前,VOTE已成為4G時代全球語音主流方案 5G大門,一部之遙4G家已等在門口 5G離我門已不再遙不可及 按照中國移動在本次大會上發布的技術願景 2020家白皮書中的時間表 中國移動將在2016年全面推進4G家 通過不斷升級再波聚合等技術 到2020年,中國移動網絡客戶風直速率可達5Gbps 這一數值離國際電聯絡2對5G的最新定義風直速率20Gbps 用戶體驗速率1Gbps以上 已經相當接近5年後的4.5G或4.75G 0G的大門可以說以示一部之遙 儘管在大會發言中 沒有一位業內人士吸出5G的時間表 但從華為、中興、外立信和一旦似零似雙辱然幼似的表態中 人們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 無論是運營商還是設備 芯片廠商都已經開始佈局5G時代 華為甚至在這次展會上展示了全球第一台5G樣機 在現場臨時搭建的網絡中 其風直速率已經突破了10Gbps 中興則宣布與原銀進行合作 從今年下半年開始 在日本東京進行PRE-5G的大範圍試驗 中興的PRE-5G時指在現有標準和中端不變的情況下 將5G的部分關鍵技術引入4G網絡 幫助運營商最大化地利用現網資源 提供於5G相當接近的移動寬大體驗 中興並未透露PRE-5G的最大下載速率是多少 但它應該不會低於5Gbps 這一及格線 插圖 小正 在下輪動網絡也會從那裡